Wave Edit除了可以修改现有的声音档案之外呢 还可以录制口白 然后再加以修改 首先我们把这个档案关闭 所以点选档案的开心档案 那不要储存 因为我们刚已经存过了 再来呢我们可以点选上方的录音键 好 进来之后呢 您的麦克风如果是有作用的话 这里会有一条音源的一个轨道往上 好 这个时候要录制的话 您只要按一下录制键 您现在所说的话呢 全部都会被它录成档案 好录制完成之后 我们只要按一下停止 就可以完成这一段声音的录制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除完之后呢 按一下关闭 口白呢就可以录制完成了